今天歡迎收看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三星二三零零 帶你來關閑市指數 在今天出現大漲大漲的105點 收在一萬七千三百八二三點 成交量有三千零六十一億 好 再接收週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週限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週限 在這個禮拜是下跌的 下跌五十四點 中指連五紅 不過新台幣值得關注 新台幣出現了狂升 強升走勢 在今天五盤強升了1.8角 占收在31.36 對一美元的最新報價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盤面 盤面在今天是因為 AMD和Google大漲帶動了 相關的AI組織也出現大漲 特別是創意值得一提 因為創意在今天是漲停 而且再創新高的 好 六月初 以及汽車零組件也持續走強 這頭包掛雅力創新高 耿頂攻到了漲停板 同時油價已經是出現 連六跌了 所以航空股當然是利多 在今天常常航空創下天亮 而且股價也往上衝高 稍後來做解讀 為您介紹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陳英系教授 段昌文 段老師 阿關好 大家好 曾經專家張振威 阿關好 大家好 曾經專家謝晨諺 阿關好 大家好 邀請到問我投資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基本平均協會理事長林昌新 阿關好 大家好 事實上台股市的今天之所以能夠大漲超過百點 靠的是美股的功勞 對啊 阿關我們的節目昨天已經領先AMD 谷歌AI的產品 我們都講了 那結果真的是帶動了美國股市 AI信仰 今年投資人吃這一套 那納斯達克漲了1.3% 三週來最大單日的一個漲幅 會半漲了將近2.8% 好 兩大的焦點明星 你看AMD 我們來看 那麼在美股裡頭 重量級的指標股 AMD昨天大漲了9.89% Google昨天大漲了5.31%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納達克和肺半都分別大漲 而指標公司就是這兩家公司 那我們就回來看 到底這兩家公司有什麼力多 能夠讓股價出現 零零零零零零零大漲 我們現在講在AMD的部分 昭畏說 AI將會出現爆炸性成長 還是蘇茲風還說 AI是這50年來單一最重要的 轉變性技術 那蘇茲風預測未來的資料中心 加速器市場規模衝到12.8兆 就是在AMD昨天大漲了9個百分點 好 另外Google呢 则是打造新一代的 TPUV5P和AI超級電腦 加速Gamini 这怎么念 Gamini 加速Gamini的模型发展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等会来请教蔡总 我们先来讲AMD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AI的信仰 第一个当然要先讲这个超伟 苏之峰他说 AI是最近这50年来 里面最重要 最具转换性的革命的技术 他说资料中心的AI伺服器的商机 到了2027年 全球会达到4000亿美金 这相当台币12.8兆 那他8月份的时候 预测的数字 现在又double 你看现在12月比8月 过没几个月 他这个数字就double了 然后年互合的成长力 会70% 我们现在找哪一个东西 可以有70%的成长力 手机都没有 这是爆炸性的成长力 手机都连一年都没有7% 这还70% 那当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更大的焦点 是在谷歌 我们来讲谷歌 谷歌到底他的新产品是什么 我看了半天我也没有搞懂 对 这个华尔街欢呼 为什么 因为现在生成是AI 他要一个训练的模型 学习的模型 这我们知道 是open AI 确实GPT还有分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一个模型 现在是CAPGT 或到了第四代 现在已经来到第四代了 但是问题是 大部分都是在云端运作 有了 微软有投出open AI 所以把CAPGT 晃到自己的搜寻的引擎 并 或者说他的作为软体 不是我们讲过的copyler 那要收费 但是这样的话 全球的算力就被寡占了 对不对 少数那些有钱的企业家 才有办法学习 但是你说这个 苏之翁说 这个商机很大 要必须把这个 生成是AI的算力 把它下降 好 那谷歌说 来 我这个GEMANY 我这个不是只有 一个单一的模型 我可以硬端 我也可以终端装置 也就是边缘异传 可能手机 因为我手机可以吗 可以啊 我的手机可以用 GEMANY 来训练我的手机 变得很聪明吗 GEMANY 有三种版本 有各种的版本 而且很重点 我们知道CAPGDP 基本上 是要先输入文本 输入文本 然后去训练 产生生成诚式的AI 它有庞大的资料库 那Google这个GEMANY 它是文本可以 我也可以输入图像 输入声音音频 输入视频 所以各种的输入方式把它输入 而且它参数 有一兆个 这么庞大的一个参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 它谷歌 有这个AI的模型 哇 以后算力的成本 就大幅的下降 它昨天 一口气就涨了 870亿美元的 股票的市值 就相当一个OpenAI OpenAI还没有挂牌 但是它估值在 第一天就涨了一个OpenAI出来 对 OpenAI现在的估值是800亿 800亿 所以它的很多的模型 它输入的这个形态很多 在外 它自己有边缘AI的这个运算 Google Map Pixel的这个手机 还有更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超级电脑 来超级电脑 算算算 把你这一个什么 GEMANY的话 训练成更厉害 好 换句话也就是说将来 一般的消费者 一般民众也可以在家里 训练自己的手机 变成很厉害的AI手机 是吗 对 最后会达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很厉害 这是杀手机的产品 所以第一时间 大家搞不清楚 这个谷歌这个什么东西 到底什么东西 突然发现 哇 好厉害 所以你看谷歌 已经很大的牛 一口气可以涨个5% 那我们讲说谷歌的超级电脑 它不是一天形成了 罗马不是一天形成了 你走进去看这个谷歌 这个画面图片里面 谷歌那个超级电脑 足足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 里面密密麻麻 全部的伺服器 还有这个线路 它可以增加 不断的在增加扩充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超级电脑 它是不断的进化 最早下面这个图 V4 V5-1 现在最新的是V5-P 那V5-P它跟 它是跟GBT第三代的比较 你看至少都一倍 性能一倍 甚至达到2.8倍 那我觉得讲了这么多以后 观众要掌握一个重点 它就是会使得我们这种 AI的算益的成本下降 一下降以后 需求出来 这个商气才会落实 所以很重要 不能永远只有一家OpenAI 谷歌这个更厉害的话 有竞争 那个成本下降 所以将来呢 所以整个市场是正面的 过去我们所担心的是 AI固然这个梦想很大 也很厉害 但没有办法变成money 没有办法变成营收 所以将来落实到营收 就越来越真实了 对 所以你看 我们看第二个 博通 博通是 本来都只是好像一个Dream 对 博通是网通的巨破 它是公布了这个 2023会计年度 的这个营收 那营收的成长4% 其实它比它往年来讲 这个成长幅度是晃慢 为什么有一些企业的 这个资本支出 在网通的部分 它是减少的 但是博通特别强调 哇 这家 我们这个公司 现在AI 大概2023年的财年 占营收是15% 但是 接下来的2024年的话 会提高到25% 所以博通也是呼应了 苏之锋 对不对 这个AI 未来这个什么 越来越大 就剩下的 你能不能把它做成 实际的这个模式跟产品 那这样来提高营收 你能不能真的商业化 对 好 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那你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要谁来生产 台积电 所以将来如果真的 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训练 我们的AI手机 我们可以训练 我们自己的AI笔电的话 第一手机应该会好 笔电可能会好 PC可能会好 但万流归舟 谁一定会好 台积电一定会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台积电的新闻 在今天大家关心台积电的是 台积电的美国厂 到底问题解决了 没有 回到新闻来看 美国特别谈到 台积电特别谈到 他的美国痛 真的已经和平落幕了 因为和当地的工会 已经达成了四点协议 可视情况引进外国劳工 也就是之前的大缺工问题解决了 对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美国的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一定有介入了 要不然工会这么强势 现在和平的落幕 不然人家台积电 一直跑去日本设厂 对 对 你再不解决问题的话 所以你看 以前在施工的一个工程 很多的乱象 工人进去说 他要换衣服 没有合格的尺寸 然后衣架被拿走 然后去施工的时候 台积电也没有明确的蓝土 因为台湾的施工 这个模式就这样 但是当地没办法适应 所以有一些抗争 虽然说没关系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引进外国工人 从台湾 就把这些厉害的技术 就移过去了 所以和平的落幕 应该会加速 但是重点是魏哲家讲 他说未来两年 这个算力的成本是好几倍的成长 所以台积电 你看所有这个AI的这个芯片 通通都是现金制成 那全世界几乎只有一家可以做 就是台积电 那为什么在今天特别也要挑台积电来谈 最主要是台积电在下个礼拜四 12月14号要出席 说到AI一定会连接到台积电 当然也会连接到其他的产业 但因为下个礼拜 这个重量级个股的出席很关键 所以我们特别挑了台积电来请教蔡总 下周四台积电要除席 要不要参加除席 我觉得应该要参加 不过手上台积电 对对对 但是短线可能会稍微的整理 因为你今天注意看 他并没有收在最高 虽然说这个外资钱汇进来买超 但是因为他盘后公布了11月的营收 月减了15% 但是我们当时就讲过 因为第四季的财测的话 10月的营收冲得太快 所以11 12这两个月会下滑 但是月减了15% 甚至还是有小小的被吓到 你有小小的吓到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一的话 短线会稍微的整理 但是因为礼拜是才除席 除席我就应该参加 要参加好 那空手的要不要等除席就后再买 现在手上有股票的 你建议参加除息嘛 那如果没有股票的空手 那假如说下礼拜一 或者礼拜二 缓印这个营收的下滑 下来的时候可以买 不建议等除息就后 跌多一点的话 所以会周二如果出现 因为那个洗只有三块 我觉得影响不大 好 那我们回到公格来看 那么其他的个股 要怎么做观察呢 好 因为那个第一时间 我们节目都讲很清楚了 虽然昨天美国股市缓印 但是台股昨天就缓印了 所以做股票现在速度比快 你看AMD的概念股 那个最厉害的MI300的 那个供应商就是技嘉 技嘉昨天大涨今天就跌了 为什么 所以我们已经昨天先反应了 对对对 他已经缓印了 我们先反应了AMD的利多 那伪创也跌了 而且伪创还有五个高管 也真的 也在卖股票 卖股票 虽然卖87张有点少 但是伪创今年的高点 是他挂牌以来 从2003年这20年来最高 最高 所以我是员工 我在这个公司 获利了结 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100多块 所以人家卖也是合理的 所以这个不反应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 到底哪些族群反应了 刚才有讲过 创意 为什么 创意其实是 一月份的营收没有很好 它越减得7% 但今天为什么涨停 因为我们一直讲 谷歌那个Gemini 算力的成本下降 它是算力概念股 它是算力概念股 它是ASIC 我们国内就最主要 算力成本下降 对它就是利多 对对对 虽然它营收不怎么样 但今天公告的这个 涨停 但是我们看桌边的配置 今天我们来讲一档 大家可能比较少 6239的历程 历程那天大涨超过5个百分点 它是全球第五大的封测 而且记忆体的封测 超过了一半 我们看它的月线 重股票不是标股 但是它是指标性的股票 它今天创下了这个疫情来的新高 所以之前记忆体的上涨的话 大家要囤演货 模组赚 就涨模组 现在记忆体的封测厂 股价也创新高 表示有新的订单进来 有在生产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下个礼拜 可以是注意 这些记忆体的股票 所以回来看六宫格 像今天你看模组的至上 因为EPS4块 也大涨了超过9个百分点 最后就联花科 联花科营收还没有公布 只要有420亿台币以上的话 股价可能会往上 好 这是在选股的方向 我们刚刚谈到在昨天晚上 暴涨的美股 涨的是AMD 涨的是Google 而事实上不只是会市 不只是股市暴涨 会市也出现暴涨 谁暴涨呢 很多民众非常关心 日元暴涨 日元一度飙升了将近四个百分点 创下四个月新高 所以要请教段老师 日元一度攀底来到一四亿 因为日盈暗示负利率退场 所以日元出现狂声 所以日元反零点二二字头 没甜甜价了吗 段老师 我觉得这一波不是日币太强 是因为美金太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短期来看的话 有一些城市交易员把停损单设在 一百四十四块到一百四十三块 还好 老师上次来的时候提醒大家说 该换可以去换 对不用等了 如果你那时候等 等到现在你要 为什么呢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如果那个时候老师 在我们节目当中提醒 大家可以去换日币 你没有换的话 那现在去换的话 换五万块会少吃九碗拉面 因为日元狂声了 那现在在此时此刻 日元未来的走向呢 其实我觉得要等到 这个月的十八号跟十九号 日本银行应该会召开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如果以短期来看的话 这个日币应该还会再升一些些 因为升值的趋势已经确立了 对 因为如果说依照日盈总裁 副总裁跟IMF这些人 所提出来一些条件来看的话 似乎都在强迫日本的银行 应该要调整它的YCC政策 我们从十年起的日本债券 公债的债券的殖利率来看的话 目前已经上升到百分之零点七五 到百分之一之间的话 所以这个会可能进一步会强迫日盈 去调整它的YCC政策 但是我在猜应该不会是这个月 这个月如果调整的话 真的是冲击太大了 如果现在已经 狂升然后马上又调整政策 所以狂升的结果的话 可能是在调控这些日本银行的鹰派 不要这么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 其实在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 一个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有说过 世界有四种国家 哪四种国家 这个已开发国家 还有未开发国家 另外第三类的国家 是叫做日本 第四类的国家 叫做阿根廷 那我提醒一下 日本为什么会变成是 不是日本为什么变成一类 所以阿根廷又为什么变成一类 他认为是这样子的 日本是一个奇迹 因为经过了两次 本来以为第三种叫做开发中国家 他经过两次的一个世界大战 竟然可以从废墟 跳升到已开发中国家 但是阿根廷 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特殊 其实十九世纪的时候 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话 是四大富有国之一 很多的欧洲移民 其实都会移民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纽约 第二个地方就是布宜诺斯艾丽丝 这里的地方很多欧洲移民非常纠结 说到底我要移民到哪个地方 所以大家知道说阿根廷 当时是非常富有的 现在移民到布宜诺斯艾丽丝阿根廷的这些欧洲移民的话 恐怕现在都非常非常后悔了 其实我们看一下阿根廷衰败的原因在哪里 大家记得巴纳马运河什么时候通航的 结果把阿根廷从南美洲的航运中心打成世界的尽头 大家要去南南极都是到世界尽头 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要不就是秘努 要不就是阿根廷 其实我们从阿根廷这个衰败这个原因 来看一下上面这个图形的话 其实上面是从两千年之后 看到他的通货膨胀率 跟阿根廷的利率 阿根廷现在三十年起的利率达到一百三十三percent 那通货膨胀来到一百五十趴 嚇死人了 这个真的是嚇死人了 通膨一百五十趴 你如果没有概念的话 我来告诉你 台湾的通膨大概是两到三个百分点 那你就可以想见阿根廷 那个货币贬值的速度有多惊人 对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那个图 下面那个图形的话 是一九五零年代到现在为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通货膨胀率 是达到百分之两万 那个是福岛战争之后 阿根廷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阿根廷哭泣的首歌 在流行的时候 对对对 那如果看到这个通货膨胀率 当然这个国家货币就更糟糕了 从一九七零年代到两千年之间 这个国家一直在换货币 你看一下这个是阿根廷货币调整之后的结果 调整之后什么结果呢 他后面十三个零已经删掉了 删除十三个零 删掉十三个零 对对对 二十年来 所以他曾经删掉十三个零过 对没错 所以我们看一下阿根廷的这个M2的话 他M2在二十年前是八亿pixel 现在是一百三十四兆pixel 所以成长的倍数非常非常大 那老师现在一美元到底换多少阿根廷币呢 所以要我回答这个阿根廷一美元 到底值多少钱的话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官方价格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形 那个圈圈全部都是汇率 官方价格在绿色的那个框框 这个是官方价格 结果官方的汇率 他怎么定呢 他定了总共十八种汇率 你要进口的 那你就用官方价格 还有这种事 我今天如果拿美金到阿根廷的银行 要去换钱 或者我拿阿根廷 pixel要去换美金的话 我还要找说 我是哪个圈圈 所以阿根廷是资本管制的国家 所以管制的这么严重 你看出口厂商 可是他没有一个基准吗 就是他大约是多少 没有那边有写个汇率 有没有看到绿色的 当时五月份是260 现在是360 260是一美金换 一美金换260块pixel 对不对 官方价格 但是官方价格的话 如果我是阿根廷的居民的话 我一个月只能换200块美金 其他的就要符合你那边的条件 你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消费的一个dollar 也就是说消费 哪一个是消费dollar 老师你出来讲一下 上面这个蓝色的 这个是消费的dollar 消费的dollar 它还分出来四种 我们看最上面这个有点哺哺 就是我因为消费来换钱 我还要分类 对分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如果要去订阅 那个Netflix 那你这个获利就是400多 200多 他哪知道我今天换了钱 要去干嘛 对 那你如果是信用卡的话 那你就是这个 那你说买的是消奢侈品的话 你是这个汇率 所以这个 所以你去银行换钱 他还问你说 你这笔钱要拿来干嘛 对 没错 而且不只是银行 这个所有其他的地方 全部都是市场汇率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阿根廷是一个农业大国 真的匪夷所思 他是最主要是赚外汇 是靠农民 这个农民 要把他的农粮出口出去 赚美金进来 绝对要用官方的汇率 那你如果是进口厂商 那就用市场汇率 所以这个赚大钱的 基本上就是官方的汇率 所以这个阿根廷 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一个外汇管制国家 日元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来日元 我觉得日币的话 你现在应该要用 这个金字塔的方式 金字塔方式 逐步的赶快敲进来了 因为现在如果说 你还要等到明年 你要在旅游的 因为上次我记得来节目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能换的话 赶快去换了 赶快去换了 因为台币 该换去换 如果你过年 农运年节期间 想要去日本旅游的话 别等到那个时候再换 现在陆陆续就可以换了 是 大家要记得 现在是美金 是被人家抛售 台币可是没有被抛售 你现在持有台币的 赶快去换日币吧 好 所以现在是美元弱势 正式开启 好我们再回到产业界的消息 我们来谈到SpaceX SpaceX即将要分拆了吗 大家搞不清楚 他到底要不要IPO 我们也搞不清楚 但SpaceX的估值大增了 17%来到了1750亿美元 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身价 又再度暴涨了 特别是我们除了关心 SpaceX到底会不会分拆 会不会IPO之外 我们还关系的是 他跟亚马逊之间 到底和解了没有 他们之前一直在吵架 现在这两大巨头 到底有没有机会和解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 真的是有 你完全难以想想 而且是不得不 我必须要讲 阿关我们看那么多财经信物 很少很少看到一家公司 当你的产品叫做火箭要升空 结果你失败次数越多 你的身价越高 这是一个什么道理 我跟你讲 今天就发生在马斯克的身上 阿关你看 这是目前刚刚出来一个讯息 目前为止 SpaceX 直到今天我手机 如果追踪马斯克 它常常在发射火箭 发射的过程当中会告诉我们 结果 它全部都是失败的 目前为止 可是你看到 它的SpaceX 我跟你讲 这家的SpaceX 2022年的时候是为了移民火星 那时候成立直到现在 它是目前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 可是你看 今年夏天 它的估值大概是来到了1500亿美元 对吧 但是现在 现在火箭发射 失败次数越多 它就突然开始一直涨 目前为止已经来到了 1750亿美元了 所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 我跟你讲 它前一段时间告诉人家说 我SpaceX 我没有要IPO 我怎么样 一堆否认 我跟你讲 真的有影了 因为 真的有可能会IPO吗 为什么 我跟你讲 等会我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真的有这个可能 那它目前为止 已经先释出这个讯息之后 我跟你讲 什么都不讲 股价先飙 我跟你讲 阿关你知道它目前为止多夸 它是个位上市独角兽公司 对不对 但是它目前为止 它的估值 既然来到1750亿美元 它已经胜过什么 胜过现在已经在市场上 包括像是迪士尼 它底下的那种 什么这个影片公司 甚至它基本上要追上Nike 一个上市公司的市值 它还没上市 就一定要追上那样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因为它是火箭 所以它的市值估值 也像坐火店一样 重点就是这句话 我们来看马斯克的身价 来到了2443亿美元 市场高度期待 认为它有机会IPO 对 你知道重点在这 我跟你讲 阿关我预言 现在马斯克它未来的身价 它是宇宙等级的 它会跟地球上的首富 拉开差距 就是为了这个SPEXX 而且刚刚阿关你问说 那这个之前的两大首富 对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有一个机会 为什么最新的消息传出来 原来这个贝佐斯 他不是一个自己觉得 他自己很棒的蓝色起源 他的苦博计划 KUBER 现在他不得不 跟马斯克低头 为什么 因为你要达成 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计划 你最终 谁要帮你把它推上去 你要火箭 那你这个火箭谁有 我跟你讲 他最后必须要委托马斯克 这是最新的消息 所以就因为这样 那个水 他的身价水涨船高 你知道他目前 这个KUBER 阿关也跟你讲 你知道其实他们两个是死敌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 因为 那整天不是都在互相告他告去吗 对 他整天都在打官司 你知道他那个官司 誇张到什么程度 这贝佐斯退休 直接所有的精力 拿来告马斯克 平均16天 他就要告马斯克一次 你知道 这个为什么封告这个程度 那真的是闲得没事干了吗 对 我跟你讲 马斯克就说 你真的是闲得没事干了吗 你当人都在告我 对 但是你知道 他当时是因为2021年 那时候 SPEC S先抢到 他跟NASA去抢掉一个 到月球 我在那边着陆的一个合同 那不得了了 那个贝佐斯说 那我在哪里 所以你知道 贝佐斯当时抓公 他直接告NASA 直到现在还在告他 然后天天 16天就告一次马斯克 原因在这里 可是阿关你知道 为什么你这样疯狂去告人 最后你还是必须要跟 马斯克低头呢 你知道我以下命 因为他所有 他那时候已经签了 我已经先去 用了个专用权 你知道他必须要在 2026年 快到了 2026年年中 他必须要把 3200多颗的卫星 因为你已经签了 你必须要把他送到外太空 就现在没有人帮他送 因为他签约了 三家火箭公司 每一个全都倒 所以你知道 这个重量 你不要嘲笑马斯克的火箭 一飞上去 立刻爆炸 怎么样 我跟你讲 全世界目前为止 明一很赢的航空公司 造得出一个火箭样子的 只有他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发射卫星 还真的得靠马斯克 才能够发射低轨卫星 而现在贝佐斯呢 他已经跟NASA签了约了 他不发射不行了 所以只好和马斯克合作 所以亚马逊转向跟 SPEC S的吸手合作 要砸下数十亿美元 用SPEC S的发射服务 来发展他的古博计划 也就是低轨卫星 所以卫星现在已经成为显学了 不只是SPEC S 现在中国一直在发射卫星 没错 你知道 因为其实你能够把 这个所谓的卫星 发射到外太空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争议 包括主权领导 跟未来宇宙 谁来控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你知道目前为止 中国也要显示 他也有这个能力 关键记者 我们在节目里面 就已经有提过 其实前一段时间 是在九泉那个地方发射 可是就在这几天 你在SPEC S 你在失败的时候 中国马上他帮埃及 他两边突然要合作了 要把埃及那边的卫星2号 直接发射到外太空 而且中国自己对外宣称 他在4号 5号甚至到6号 分别在 比如说像是甘肃地区比较内陆 可是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据说在6号的时候 居然在广东的洋江的海域 那边在发射 我跟讲 管理局你不要以为听不懂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时间点 你有没有可能台海 有什么样的风吹潮动 这是很敏感 你什么时候不发射 你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发射 不过anyway 他事外对外宣称 他有顺利把他打上去 而且不只是中国 伊朗嘛 他不是跟美国是死敌吗 是 难道只有中国会发射 他说我伊朗也可以发射 我跟讲 很多人可能有个印象 10年前 曾经把狗子 就是猴子 载猴的火箭 打到外太空 不过阿关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有很多猫腻 很多人说这是假的嘛 对不对 叻狗 我跟你讲 他的猴子 据说伊朗在10年前发射出去 自身他在萨尔曼发射出去 那个成功的部分 他被人家叻狗发现 他的猴子去的时候 跟回来的时候长相不一样 阿关你干啥 你看那个猴子 谁还听说他造假 对不对 对 他上去的时候 他眼睛上面 生哭前呢 是这样子 对 然后据说这个地方 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像红色的距 是不是 还是什么 那 回来就长这样 对 那你觉得他有可能在外太空 就被整形了吗 难怪 所以人家讲说 伊朗就觉得说 你的火箭是怎么回事 怎么去的时候 跟回来长相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讲说 你伊朗是不是碰红不够鬼 不过 我觉得在这里面 获得一个 他现在又要发射了 对 到底是真是假 大家也是有点疑虑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你到底真的假 但不论怎么样 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以民营 我必须要讲 民营的航空航太公司 真的全世界没有几个 他是民营 你看中国 还有伊朗 全都是国家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说实在 难怪马斯克 你越发上去 越失败 不要紧 你的身价会越高 因为他每一次的失败 对他自己而言 他都说他成功了 对 他的成功第一是 比上一次更进步 他说我只要比上一次更进步 我就成功了 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 卫星是险学 所以在选股方向 是不是也在这里头 可以找到机会呢 对 股价反映 这个未来的成长 其实今年的话 智邦是靠AI的网通 然后华西光 波罗威 企机 这些靠美国 网通的基础建设 今年业绩都不错 股价都大涨 但是到了明年 可能会顿化 明年网通 这一块的话 最大的成长是WiFi7 新一代的无线的 WiFi7 对 所以我挑两档 一个是PA里面的全新 另外一个是全球 网通的龙头之一 就是我们台湾的锐益 我觉得相对锐益今年 这里面它涨最少 2379的锐益 我们来看一下锐益 在今天是上涨的一点 对 那这一波 它曾经创下一个 460块的高点之后 短线的拉回 但是还是守住了 今天就小涨一点点 对对对 温和 那今年我们估它 EPS20块 但明年WiFi7 还有各种的情况的话 应该EPS会来到30块 好 姐姐但您关心的事 与您息息相关的是油价 油价已经是连六跌了 那么油价跌了之后 除了对驾驶朋友来讲 是重大利多之外 其实不管是航空公司也好 或者是航运公司也好 也都是利多 我们来看油价连六跌 创二月以来最长跌市 那么目前的油价 还会再跌吗 很多人在问 那么最主要 当然要看沙奥迪阿拉伯 以及相关的油园组织了 沙奥迪阿拉伯自砍油价 所以全球就跟着跌了 到底中东富豪 现在在做什么呢 如果他们不想靠油价来赚钱 或者也没办法开始 没办法完全靠油价来赚钱的话 据说中东土豪 已经开始买光全球游戏圈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只是靠油来赚钱 也要靠游戏赚钱 因为油价看来呢 目前的走势是比较不利的 但我们回来看油价下跌之后 哪些族群会好 包括旅游潮影响到的 像航空股 航运 物流 包括像轮船公司等等 都有可能因此出现 比较大的获利数字 对 所以我想 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认为油价下跌 应该是先洗后优 洗的是CPI不会再涨了 所以现在通膨占解 可是为什么我加一个优质 就是全球的经济 可能得到什么 开始做一个衰退的动作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油价跌这么多 大家开心了 可以 就是应该是说油价下跌的背后 是不是经济在衰退 对 而且这个衰退可怕是 明年度看到的 所以现在大家先反映说 CPI不再涨 所以其实这边油价的四大理由 下跌四大理由 我认为官方一定要特别留意 就是怎么样 包含说 阿拉伯他为什么要自己调降售价 就买了不好 那卖得不好之后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串的连锁反映 只好降价卖的概念 对 降价卖的概念 然后整个所谓产油果怎么样 减产也没有用 你看减产又降价 结果油价又跌 那背后就两个重点 美国跟中国的消费力道 不好意思 不够 所以我觉得大家特别留意 你看美国的油的库存增加 库存在增加 对 中国的机器成长 这不用多说 下降 所以油价的衰退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去思考 那接下来的消费力道 会不会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有所衰退 那既然是这样 那你说王储他要不要赚钱 土豪对不对 土豪现在没有办法光靠油赚钱了 所以土豪现在去买游戏圈 我不太晓得所谓买游戏圈 是什么意思 他就成立一个公司 他去买电竞公司 买电竞公司 是这样 应该是说 这个王储 萨勒曼呢 他就怎么样 成立一家公司 拿了400亿 把现在说的什么 美国 日本 韩国 游戏公司 全部的 股份都买了一轮 什么任天堂 动势暴雪 微软的股票 通通买啊 也买 对 然后韩国 下面那两个什么 NCSoft是韩国的 韩国做电竞游戏也很厉害 通通都买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一个战略说 以前我的GDP 50%是什么 有 现在呢 全这个什么 现在的这个中东呢 变成怎么样 60%的人口 都是什么 30岁以下 所以我要转型成电竞国家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 转型成电竞国家 对 他们以后的GDP从电竞来 所以我认为 其实大家就要去思考 大家一定可能不知道 这次的亚运 也有电竞 所以以前是打电动 现在是电子竞技 所以他就有什么 电竞的产业圈呢 现在在什么 在所谓中东 就是变成是一条龙的产业 好来 仓庆报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谈到 那至少在极短线上 航空公司会收货 对 没错 用到油的一些产业会收货 那我们看到长龙航空 我们先来看长龙航空 在今天盘中走势 在今天他爆出了 非常大的成交量 对 今天爆大量 他今天爆了 十四万九千两百六十六张 那这是盘密接集中市场 最大量的个股 但是阿冠你要知道 爆大量却收小红K 表示说 这样的 小黑K 其实是一个小黑K 他是小涨 那有大量对不对 那大家等待他的营收公布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长龙航这一波 他没有办法大涨 因为他的营收有没有进来 有 可是没有办法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你这边如果买他 你就等他像去年这样 大涨可能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从去年到今年 去年的机器很低 今年拉上来了 可是明年对比到今年不容易 所以接下来12月 会去公布什么营收 我认为公布营收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一个什么 相对的高点 请注意我认为 接下来长龙航的利多会在什么 他可能会是什么 高股息概念股 因为他到现在赚了三块多 如果再加低是可能赚四块 四块他大概都 都配百分之五十 配两块 你看两块除以三十二 他大概就有什么 大概有六趴到七趴的一个 股息殖利率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 高股息概念股投信买 才有可能继续推 否则短线的话我认为呢 你说营收再好都不容易把它再推上新高 但是台湾虎航有没有机会呢 有 因为他有个题材 我们来看台湾虎航 所以说今年的年终要发十个月 发十个月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 先发两个月的奖金 再发十个月的年终 那就是发十二个月 多发一年 加起来等于十二个月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虎航过去怎么样 在过去疫情前 他没有货运嘛 那现在大爆发 而且大家看到这些数字赚很多 对我只跟大家转一个重点 护航有八成的航线都是非日本 而且都是非日本的什么 你没听过了什么花卷 左鹤 钢山 不是高久的钢山 是日本的钢山 所以他怎么样 他现在开始做什么 跟旅行社包套包票 阿光你知道吗 他这次我去查一下 还有9999的什么自由行 加股机票 但9999 G加9 9999 G加9 对但是那个地方叫左鹤 你怎么听过 你没听过吗 如果大家听过熊本的话 熊本啊 熊本的走在那个九州 没有9999 我虽然没听过左鹤 但我可以把它当作国内旅游来看 没错 而且是基加9 你看为什么人家说国旅 大家都嫌太快 对 所以基加999 就觉得国外 到国外去只花那么少钱 对啊 而且是机票跟酒店 都帮你包办法 对啊 虽然是小机场 可是怎么样 也是日本 没关系 我都要动作国旅 所以说 虎航在这边 我认为就是所有航空里面呢 事实上最成功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现在是接下来要过年 你如果现在去查机票 过年的机票 如果你去东京 一般的航航 传统航空 可能要2万到3万 连航拍谁 一张也是要2万块 所以他也没有降价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是连航 可是我收的钱 跟传统航空差不多 所以我认为呢 相对来说 台湾虎航他的股本小 机会大 赚的又是四大航空里面最多的 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他是创新版 所以说你不容易买卖 那相对呢 不容易买卖 但是相对他的筹码稳定 所以我认为航空股呢 也许接下来爆发力道 不会这么多 可是高股息跟有特殊题材的话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能源股呢 对 我认为是这样 你看我今天挑半天 我说老实话 不好找 不好找 那说真的 传统的能源股 现在外资在买只有什么 只有买什么南亚 因为你真的买不下去 那我去找到 那他们真的涨太多了 对 那你看 都是转型 转型 所以他一定要转型 你看地球一半是 做PE薄膜 做这个塑膜 现在做什么 导电薄膜 车用的 你看就创高 沿舟做什么 创足绿能 所以也创高 所以我认为呢 现在短线的这些数化列股呢 你要找二线的 找他有转型 有题材的 这样的话有机会 那如果最后你说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认为油不会再跌的话 其实国内也有这种原油 原油的真热气也跌蛮多了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原油跌不下去的话 原油的真的在低档 你也可以来做留意 他们的油价之后 紧接着你来关系 跟油价也息息相关 我们来谈的是机车市场 光阳十一月份的挂牌 冲破了三点四万台 三阳遭到终结联十八贯 也就是说三阳已经冠军了十八个月之后 让光阳逆转胜 来呈验 光阳怎么做到的 好 实际上到了年底 我想大家应该都觉得 是什么的销售旺季 手机 平板 对不对 可是没想到这个传统的机车 跌破大家的眼镜 为什么既然卖出八点六万辆 吓死人了 光十一月整个这个局势就冲上来 可是也还没到年底 既然这个大战已经抢先开打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光阳的数字 光阳既然冲到了第一名 残联冠冠军十八个月的原本是谁 三阳 退居王位 光阳重回宝座 他这一次我们看一下十一月份卖了三万四千多量 是 月增率一百二十二趴 年增率两百趴 很厉害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 从决线图来看 三阳已经领先了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 被光阳一举超车之后出现了光阳的黄金交叉 从回宝座 那我想 民主最想问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做到的 第一个我们上次节目有讲GP125嘛 他GP125订单就六点九万 神车 神车 我看那数字我真的也吓一跳 不过这一次还有更重要的 我们刚才讲的GP25 当然这台车厉害啦 GP25 这个是被那个机车行老板 摩托车行老板 因为讲机车行老板以为我在骂人 摩托车店的老板说 你买这台车超不坏 以后你很少会来我店里 除了换机油之外 所以这辆车大卖 神车大卖 车子轻 你说炒停车 诸多因素之外 这当然是第一个 其实还有第二个很可怕的一个关键 是什么 光阳接下来推出四款 非常受到欢迎的 这个不同的车种 第一个有年轻人喜欢的 有这个适合女孩子的 今天不得了 我还把另外两款 也把它运到这个现场来 所以十月份之所以能够逆转胜 关键除了刚刚所谈到的神车之外 他还要退了四款新车 四款新车今天都来到节目现场 真的真的 娟姐今天 上次你说我要载你 你面有男色 对不对 我今天这台出力 来来来 这个是鸡皮 不是你要载我吗 我还是没有男色 我仍然没有男色 没关系 等我等一下 不是我今天穿窄裙 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行李箱 我都准备好服装了 你直接可以换装 这一台叫ROMA GT 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骑重机 骑休旅车 休旅车就是要长途 我先发动一下 为了代表我的诚意 我先发动一下 这个很厉害 他这个有这个防安全的 然后这个 你看这个声音舒服 重点是这个鸡皮 这个如果我紧急刹车的时候 不会滑来滑去 只有你会滑来滑去 我不会 就坐得舒服 这个就坐得舒服 然后呢 他现在设计 这个鸡皮很棒 这个质感很棒 质感很好 因为这适合长途旅行 然后我先把它熄火一下好了 然后熄火完 再按一下 他就关起来 这是新款嘛 新款 然后呢 再来呢 你刚说四款新款 对 然后他这个风镜 还可以调整 我觉得很棒 很棒 这个还可以这样子 对 然后我刚才少做一个动作 我再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现在把它发动 那要停车了嘛 对不对 好 他有一个 真的是高档车 那这个风镜是要手动调吗 手动调 这个以后他们应该会升等 以后就看电动会不会更好 那因为调很简单 就这样 这样啦 对 挡风 挡风 然后呢 现在最高档的 重机才有的 你看我都不要动它 我就 熄火 你可能不理解 因为你没有起重机 像我们这种重机界的人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脚旁边这个脚架 我只要一下来 一定要熄火 这是非常标准 而且考驾照的时候 就是会考这个 他就是考你脚架下的时候 所以他虽然不是重机 但他具有重机 非常重要的功能 没错 那另外这一款也是现在非常 大家非常喜欢的 那这一款跟这个三洋的敌决 两个其实是PK的 因为这两台车 其实大家都强调 置物箱 耐操 大登 然后里程速 操不坏等等 不过K1这一台为什么 是这样叫K1 K1 大家很惊艳的原因 有一个 就是他的行李箱 特別的大 真的吗 可以打开来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大到 你看我等一下会不见 你说真的变魔术吗 对对对 藏在里面 给我一点时间 没有啦 其实我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男生可能还不行 你看这是女孩子 你看他整个做进去 他其实要强调的是 所以他看起来没那么大 但实际上 他的容量非常大 对 所以之后 如果在小三被证供发现 就把小三藏到里面 这样会出人命 所以还有超大行李箱 超大行李箱 所以基本上 当然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这几个关键 就是包含了这个休旅 还有这个K1 未来在市场上 整个这个销售量 那这一辆呢 这一辆就是 这个敌决也很厉害 从我念书的时候 你看二三十年前 他就一路风行到现在 一路都受到市场的一个欢迎 那其实功能性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这一台也是很耐操 也是很耐操 行李箱也很大 所以这个是在PK嘛 对不对 他们是 等于是同等级的机车 都算是在机车市场上面的 长销款 长销款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能够超车三洋 然后出现逆转胜黄金交叉的原因 对 问题是十二月份还有机会吗 我我讲到这里 这叫叠对叠 因为政府有推一个就是 旧车回收 旧换新的补贴是两千块 就到年底 十二月份在拼旧换新 对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 因为我家里自己也有几台老旧的机车 也想要换 因为现在还有两百 有几台喔 对 因为就 你这摩托车控 摩托车 没有就家里很多人 那骑不坏 那到目前为止 还有两百 据我所知还有两百六十六万辆 还没有换 可是这个补助只到年底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叠对叠 据传了 就是三洋手上 还有一些订单 他要押到年底才出 那为什么 我自己在想 因为他想说反正 就是要拼年底这一波 因为反正十一月 因为赢不了了 那干脆我十二月一鼓作气 再冲一次这样 可是不好意思 那个GP125的订单 还有很多还没消化 光阳手上那个订单 还一万五千张 所以那一万五千张 有没有可能也在十二月 不出现出来 这样一机会 所以从股价上来看 所以他手上有押单 在手上有押单 对不对 那所以从股价上来看 也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就看光阳的股价 对 三洋在痛失冠军宝座之后 股价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押回呢 好 那因为之前大家知道 就说这个 这个光阳的销售 一直往上冲 所以三洋的股价 就有一波回檔修正 是 可是原本大家预期说 十一月大家都既补贴 销售也不错 所以三洋的股价 稍微有一些反弹 可是很妙的地方是 投信其实并没有进场 那如果说十二月 又再度被超车 因为我们讲十一月 他被超车 十二月还是被超车的话 有没有可能出现 像前面这一波 十五左右的修正 因为目前没有法人认养 再加上MACD 目前也出现了负值的一个情况 那上次出现交叉 也是因为负值而产生 出现了一波的修正 所以如果十二月 他的押箱订单 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效用的话 会不会又有一波小修正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再加上MACD 再加上MACD 谢谢观看